相关企业和受损的员工,据我们了解,都正在或即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正当的权益,追究侵权者的责任。 比如说,香港纺织服装生产商易达集团,就美国商务部将其旗下位于新疆昌吉的子公司昌吉易达列入实体清单仪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已经提出诉讼。 并就此事对整个集团造成的经济和声誉损失,寻求法律的帮助。 再比如,今年的4月2日,新疆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新疆刹车雄鹰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起诉郑国恩民意权纠纷案件。 该公司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郑国恩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民意,赔礼道歉,并赔偿企业的损失。 据我们了解,目前这个案件正在进行当中。